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老婆把她这个心情就剪掉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40岁来自江苏个体有请张先生 曹女士39岁来自江苏个体有请曹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13年了吧 对对对 妈都有俩了吧 对的 两千斤是吧 对对 多幸福啊 今儿来干嘛呀这么幸福的 主要是我和我婆婆吧 之间发生点不愉快 我跟我老公讲 然后我老公他不站在我这方面 不站在我这边的 他都是向着他妈妈说 哎呦他们老人啊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要跟他有没有见识怎么说 不帮我说话 你们经常为婆婆的事争吵是这意思 对小孩子的事情 那说说吧 被什么事争吵过 自从我生了女孩子之后吧 她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对我呢也不像刚开始 就是嫁进她家的时候 对我让她的态度蛮好的 他们家对我都不错 自从我生了我女儿之后 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 刚生我我家老大的时候吧 她刚开始陪我去医院的时候挺开心的 等到我生产那一刻 然后就是生出来 一看是个女孩子 她就不开心了 然后脸就直接是不看了 然后就坐到一边去了 然后我公公问她说 生她什么呀 我婆婆觉得女孩子就很不开心 我公公也不开心 然后小孩子吧 不是我问你 你先生开心吗 他还行吗 你开心吗当时 我开心 闺女儿出生的时候你在吗 在 对我老公也在 你看多好啊 然后坐月子期间嘛 带小孩子嘛 也都是我带夜里面 她也不帮我带 我刚生完小孩子身体比较虚嘛 每天夜里面 小孩子要喝奶啊什么的 我都要起来 我老公呢 然后当时在家几天 因为要做生意嘛 我就叫她去了 然后当时我妈妈还没有过来 所以说呢我婆婆呢 她就帮我做做饭 我说叫她就是晚上的时候 陪我一起 然后带小孩 然后她 她说她不行 跟我睡在一起 她睡不着 我说那你睡不着 关键是小孩子半夜里要喝奶啊 老师哭啊 我身体也不行啊 腰外疼啊 什么胳膊疼啊 什么的 抱小孩也抱不动 她不管 她不踩我 她就这样子的态度 当时我真的很寒心啊 我特别让人家不舒服心里面 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然后就和我妈妈过来照顾我 就这样子的 过来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吗 老大嘛 是几个月吧 给我婆婆带的 生老二是我带到差不多 上小学的时候 放回家 他们带的 你看这你还是带了嘛 真是 带了 她也有优点的 又不是说她不好 就是 她主要是为钱 是我婆婆 她每次总是给我们要钱 那你慢慢把这事说一说 好不好 现在小孩子都在上小学嘛 每个学期呢 我们都把学费 一分不差的 全部让来给他们 包括生活费啊 也给够了 但是呢 每次打电话里面 她还是会给我们要 每次回家的时候 她也是的 说又有这个钱 怎么怎么然来 不会花了呀 什么什么 想给她少啊 怎么 不是你每次要是说 平时吵得少的话 就算了 她就说跟她吵架吵多了 我父母亲她就说 好像把钱就说 给我们分得比较近一点了 是吧 当面吵吗 吵啊 吵过的 为啥吵啊 有时候为带小孩 有时候然后就是 卫生方面的 还有钱的事情 真当面吵啊 当面吵过的 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 基本点名的道理了 是因为媳妇 跟自己父母的关系 不那么好 对 所以父母当然要把钱 算得精一些 对吧 钱你给吗 我一般给啊 要就给是吧 要多少给多少 那给不就得了吗 是给的 关键是我伯伯总觉得不够啊 她就觉得 她在家带小孩子辛苦 不容易 但是我跟她讲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 做生意也不容易啊 对吧 要是能带的情况下 我们就自己带了 所以这就是我好奇的 肯定也不会麻烦她了 为什么不自己带呢 哪有那么忙的生意 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 没这个时间 有时候忙起来 没法带的 带不好 老二是我们自己带的 有一次然后我做生意 很忙的情况下 我老公也没在店里 我家小孩子那时候 两岁多吧 和几个小朋友 然后就跑到外面去玩了 他们两个小朋友很小忙 不认识咯 最后都走丢了 差不多我忙完吧 然后我一看 小孩子到现在也不回来 哎呦我急死了 我赶紧到处去找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赶紧叫他回来 我们俩到处去找 找到天黑吧 也没找到 最后碰到一个好信任 他讲 他说原来看到 两个小孩子在马路边哭 人家呢就是 有个别的好信任 报警 最后警察把我们小孩 带到警察局 那你把生意放起来 你带娃不就完了吗 把生意交给他做吗 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 所以说呢 我不能说闲着 也要一起挣钱 因为他父母嘛 也不上班嘛 两个人都在家里 他们年纪呢 就是说还好吧 也不算太大 也能帮我带的 我们小孩子吧 现在都上小学了 帮他们做做饭啊 什么的 洗衣服 那就给老人点钱呗 带着很辛苦 给了 就是说 叫什么劲呢 每次呢 我们回家也都给的 但是呢 他总感觉不够 总感觉我们在外面 能挣钱 总感觉我们有钱 所以说呢 他老是给我们要钱 经常为钱炒嘛 每年回家 基本上我们平时不回家吧 都是后年回家 基本上都是为钱 炒啊 然后我父母亲那边呢 说你多拿一点钱 我做保姆的话 一年多少钱 两个小孩 然后我老婆他就说 哎呦 我们外面买房子啊 什么都有负担啊 是不是啊 每次我给他妈 然后就为这些事情不开心 我老公呢 不帮我 每次都是向着他妈 帮他妈说话 不帮我讲话 有时候为这些事情吧 也会发生一点小争执 那你们现在两个孩子 等于都交给爷爷爷奶奶管了 是吧 对的 那你们以为 到底给爷爷爷奶多少钱呢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月给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一学师 一般给一万块钱吗 给他们 俩孩子给一万块钱 还管吃管住 不是平时那个吃吧 有时候我们买的 寄回去 还有衣服吗 都是我们买好的 你这账算得太精了 因为 因为他熟里也有钱的 又不是没有 他为什么每次都给我们要钱呢 对吧 我的天哪 你怎么是这个 他有钱是他的 他帮你带孩子 不管是情分还是本分 您是不是都应该给人钱呀 应该是应该给的 但是我也没少给啊 你又说人家看不上闺女 你俩闺女 不都人家带的吗 那你们逢年过节 给老人钱吗 逢年过节也给的 给吗 给一点点 给的不多 给的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们也不缺钱 主要是他们也不缺钱 他们还一直 给我们要钱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玩命 问你们要钱呀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为啥呀 直到现在我还问我 那我问问你们 你们是春节回家对吧 对 春节回家的时候 这个除得好吗 一般就是 整个有点疙瘩的 整个不是像日往那样 等于现在春节回家 会吵架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为啥吵啊 就比如说 我婆婆 然后她那个人嘛 就是说不太讲究吧 不按卫生 有一次吧 就是说我回去 看到她 然后用那个脸盆洗脸 然后过了一会儿 她又用那个盆洗菜 我看到了 我就给我老公讲 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洗脸的盆怎么 好洗菜呢 这怎么吃啊 我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原来 她就给她妈了 问她妈了 这一问不当紧 一问原来 她妈哇哇大哭 什么原来 不要过了 说不过了 我知道我直接当面说她 她肯定不开心 所以让我老公说 你知道吧 你真有本事 你就真说呀 没有 她我听到的事情 我肯定要向我父母 你要反馈一下 你反馈什么呀 你傻呀 你真是 哎呦 我的天哪 你也是 说了原来 还为什么炒啊 她就比如说 那个什么 每次然来洗碗啊 什么的 也洗不干净 洗锅 然后人家都用洗洁精 直接然来用清水 一边然来就过了 也洗得不干净 每次然来烧水 我说有茶壶 用茶壶烧 偏不要 就用锅烧 用锅烧的水 那水然来 就是说一倒里面 有黑渣 我爸厨房 每次然来一回去 左擦右擦 他就说浪费水 说我原来 你看 做个事情 咋这么磨叽 你就在家里不说他的 作为他先生 我说他的也没用啊 他说 他反而说 我给我父母亲 一条路子的人 哎呀我的天哪 比如说然来 我给小孩子买的衣服 买的白色的 或者是然来 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他给我洗的 然来一塌糊涂 然后白色的 变成然来黄色的 要么变成红色的 小孩子衣服对吧 要单独洗 他每次然来 把小孩子衣服 和大人的衣服 放在一起洗 每次都是这样子 那你把他接到上海 去行不行啊大姐 我接可以啊 关键是我这个人一接 然后生意没法做了 没有收入来源了 我们压力也大啊 买车子 买房子 也要交房贷 对吧 房租都要交的 也带带同年 就跟你们亲吗 还可以 不可能亲 一年就看七天 老大有一点不太亲 老二还是比较亲的 反正你再这么放下去 也就不亲了嘛 我们把小孩子一接到身边 直接是没法做生意了 你要玩了每天 对吧 辅导的工作 你们做什么买卖 那么 开的私操私 操私啊 把他辞着 让他回家带娃去 雇俩员工 那没有经济来源 没有收入了 你说怎么生活呀 那就没法生活了 反正你都是你呗 对吧 行吧 主要解决是 以后你们夫妻俩不打了 对吧 因为他爸他妈嘛 我跟我老公 每次来说 他就不开心 他就是总是向了他妈 行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这个实在是因为听不下去了 我不好那个 你们来吧 我也承认 婆媳关系 确实是一本非常难念的经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婆媳 其实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你婆婆为难你 你有没有为难你的婆婆 你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理解你 你理解婆婆多少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尊重你 我请问 你有尊重婆婆多少 我们有很多的进城物工的夫妻 他们再苦再累再难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 我认识好多位好多位 他们比你们难的多的多 但他们知道 孩子不能缺失父爱和母爱 他们也不想让农村的老父母 这么辛苦 他们宁愿自己辛苦都带在身边 你们在上海开一个超市 难道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包括婆媳问题 都是由此产生的吗 如果说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们把孩子都接到上海 你们自己抚养 你多念念老人的好 多理解一点老人 尊重一点老人 那么这个婆媳关系 也就烟消云散了 老人总不希望你们过不好吧 老人总不想和你吵吧 因为你有些做得太过分了 老人他也有人生阅历的 他也在平衡的 他也会委屈的 他真的委屈了 我今天真的为老人 感到比斗鹅还远 谢谢波红兄 来 苏老师 我算数不好 我刚才粗略的大体算了一下 就是一年包括这种各种什么学费书本费 然后再加上什么生活费 两个孩子半年是一万块 六个月是一万 对 半年是一万块 一个孩子相当于五千块 这大体算下来应该是每个月和八百块钱左右吧 就是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因为你可能常年不带孩子 你不知道 这个小孩子其实你知道他比大人要花钱 因为老年人你知道生活节俭惯了 我今天就炒了蔬菜 然后甚至是我不炒蔬菜 我就是咸菜我就一盆饭我就吃了就没事 但小孩不是这样 小孩他嘴馋 他是要吃零食的 你开超市 你应该知道一盒酸奶多少钱 然后一盒零食多少钱 你作为妈妈 我觉得他天天在算这个账 然后你天天说小孩花不了多少钱 那是因为你在带孩子的时候 你没有给孩子花过钱 这位母亲 我觉得跟他的爷爷奶奶比起来 你一点都不爱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没错 你站在这说 我的孩子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 一个月八百块钱生活费 我觉得太多了 我婆婆还问我 说这八百块钱不够 我觉得你太冷血了 那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而且你一直在强调说 我在上海买房子买车我不容易 但是你要知道 你买房子买车 跟你公公婆婆婆有关系吗 你会请他来住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压力很大的 甚至是我可以这样说 你现在你买房买车的 连你闺女都没份 因为你孩子是扔给公公婆婆的 所以我是觉得你 真的就应了中国那句话 叫得了便宜还买乖 就咱们有的时候赚了便宜 就放在心里就得了 您别在满世界觉得自己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多大的冤枉 而这个就是这先生惯的 就太没立场 太没原则了 谢谢苏老师 来 谢谢 如果电话那头不是你的婆婆给你要钱 是孩子说妈给我点钱吧 我不够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婆婆没有跟你说 孩子花多少钱 你给我多少服务费 不是啊 孩子需要钱 你都不知道在跟谁在刻薄呢 你在跟你的孩子 另外你把孩子扔在了老家 自己在开着车 说对不起我压力大 孩子你别过来 两个决策你都没有做好啊 一个是儿媳妇 一个是母亲啊 你让孩子如果他懂事之后 听到你这么说的话 他会怎么想他的母亲呢 两个老人不容易 但是这个男人啊 你如果始终是这个样子的话 儿子儿子你做的不行 老公老公做的不行 老爸呢 你做的也不行啊 你觉得你失败吗 我有这个也说 他有这个跟我父母亲啊 他不听我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他的心目中 你没有威胁 你这件事做的 你并没有端平 换句话说 我告诉你 当你老婆跟你说 你母亲不对的时候 她是想让你传过去吗 她是想激化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吗 你这会儿你就去 转头你就去跟自己母亲去说去了 你有没有点判断力啊 第一你应该是理解她的 第二你应该理解你的母亲 所以你自己把她消化了 明白吗 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 同时她做的不对的事 你一定要给她指出 并且绝对不能这么去做 你不能一边听她的 这边得罪自己的母亲父亲 量了两头人的心 这你做人太失败了 明白不明白 要有自己原则 把孩子接过来 自己真真正正的抚养那六个月 说给你们两个人听呢 你们俩把她接到身边 真真切切的去抚养两个孩子六个月 你们看看 花费了多少钱 好 你说在上海因为贵 那好了 你放到老家 你是不是占便宜了 对不对 如果那边不管的话 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 是不是 那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边又帮你省钱了 又帮你省心了 你该说的是什么话呢 你应该说感谢的话 感恩懂吗 每个人都要感恩于别人的付出 明白吗 管住自己的嘴 多领人家的情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座 来 胡老师 真正最可恶的是你 他是认同自己老婆的逻辑的 他老婆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在上海做生意 所以我可以理所当然的 不带孩子 我在笨事业啊 里应有人帮我带孩子呀 我给了钱 你得给我带好啊 你拿了工资 你不干活啊 所以他才会理直气壮地 去说人家菜盆子没洗好 什么东西做得不好 我就得说 他认为他付了钱了 但事实上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逻辑吗 我们来想一想 第一 你笨事业 你笨小康 你买房子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有多大本事 就买多大的房 你有多大的本事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孩子是你的事 永远要记住 不是别人的事 任何父母都不要 以自己的工作事业为借口 而理所当然的 把孩子扔给别人 第二 父母帮着带 咱们要感恩 父母不帮着带 我们没有权利埋怨 父母已经养了你们了 你说父母 重男轻女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 你两个闺女 人家都帮你带了 人家一个都不会带 如果真的重男轻女 事实上人家是带了的 所以你不能拿这个事来说事 明白吗 父母没有这样的义务 他不带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如果有些父母带 我们应该感恩 两个丫头待在身边 要费心费力的事得多少 这还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事 就说孩子头疼脑热的这个病 就得让你愁死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枉为母 知道吗 所以不要在这嘚巴嘚嘚巴嘚了 但我依然还是那句话 最可恨的是你 就你的老婆说这么多 伤害你父母的话 你父母辛辛苦苦了 这么十几年带孩子 到最后没老来一句好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怎么受得了啊 我平时也说的 你说他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就这种事情 跟他掰个一心二出 跟他说这些话 你就应该拿出你的立场 拿出什么立场 不做生意了 回老家 如果你再在这件事情上 再重复 谴责我的父母 说不作为 咱们就不做这个生意 咱们回家去 带孩子 你不回去 我回去 这就是你的立场 我做不到别的 我在上海 我做不到别的事情 你能干 至少我能够帮我父母分担 或者说我带好自己的孩子 做好自己的事 这才是做父亲的 该有的作为 你做得到吗 你要是做得到 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 就是因为你太没骨气了 知道吗 所以我接你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最好在这儿跟父母道个歉 给公公婆道个歉 说一声 你辛苦了 然后再把自己两个孩子 带回上海 你自个儿收拾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想到这个结果吧 肯定没想到 但是老师们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行了 你们自己夫妻好好反思反思吧 老师们说这么多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没必要说了 理都透了嘛 在那儿 确实有点 就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个男性是这样的 确实有点要命 太弱了 好吧 剩下的时间 你们俩说点 你们俩该说的话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希望你通过老师的半解 我们有会回家 都散散他们老人 有会有的事情 我也要改变一点 你也要改变一点 你会比较这样 都关心关心他们老人 都关心关心自己的小孩 可以吧 好的 我听了几位老师的点评 我也有所感悟 我也知道他们 年纪大人 带小孩不容易 我也体谅他们辛苦 以后也不会 给他们斤斤计较了 以后就是说 我们能自己带 就尽量我们自己带小孩子吧 自己带的身边 比较好一点 请亮灯啊 今天咱们这个选择不一样 我们换一个方式 如果你们打算下了这个节目之后 就把孩子接到身边 你们就出来 个人出个人的 谁愿意接到身边 谁就出来 不愿意 你们就可以不用出来了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吗 夫妻个人表个态嘛 对不对 他们俩这大家也没什么期待 要不要看的 对不对 这个婚姻 来 请关门吧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对夫妻 会不会把孩子接回身边去 请开门 请开门 这还差不多 哎 出来吧 因为他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接了 是打算接回来啊 对 这个给你们鼓掌 下面就是 在上海找学校的事 回去得赶紧跑 怎么个插班 学一些什么 你们夫妻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一起规划规划 把孩子接回来 一定要接回来 暑假寒假的时候 你们夫妻想清楚 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过个暑假寒假 因为一下接走了 我跟你说 你婆婆还会找你闹事的 知道为什么吗 爷爷奶奶对他们是真有感情 他们是舍不得的 对 所以要做好老人的工作 不是否定说人家带的不好 知道吗 是我们去接受相对好一些的 教育资源 然后我们来带 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让孩子回来陪 爸爸妈妈过寒暑假 你们再看看 你再看看你婆婆问你要不要钱 你再看看你婆婆对你的态度 你倒回去看就不一样了 做事将心比心啊 记住了啊 行吧 希望你们的孩子 跟你们早日团聚啊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图有请 快接回来吧 好好地过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能来 好吗 少点抱怨 把孩子接回来 一家人快乐地生活 也许比以前累很多 但是收获一定很大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各位老师啊 谢谢 谢谢 请回吧 谢谢 谢谢 希望他们这一家人早日团聚啊 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配套 能够给这些到外面去物工 开阔眼界 接受新思维和新思想的朋友 当他们进程物工的时候 相关的配套会更顺畅一些 子女的教育什么的 能够配套得更好一些 让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是打游戏认识的 相处快一年了 一开始都挺好的 我们俩不在一个城市 他也会经常来看我 但是时间长了 他脾气越来越大 说发火就发火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脾气比较直 他呢就是比较固执 说什么都不听 我也是为了他好 他也知道 但是就是希望他不要那么固执 掌声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鱼21岁来自辽宁 自由之业 有请小鱼有请 女嘉宾小丁21岁来自福建 学生 有请小丁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几年了 谈了有一年了 一年了 是 这个怎么认识的呀 当时我们是通过打游戏认识的 通过打游戏咋认识的呀 当时我们是 当时我还在部队 然后因为周六周天 我们会发手机 然后经常也因为没事 会打一些游戏 在游戏中 然后认识了他 后来在网上先开始的网恋 然后我绝分退伍的时候 就在现实生活中 确定了爱情 现在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呢 我们俩在一起也快一年了 但是还是会就是 过程中会觉得 很容易发火啊 还是会有很多矛盾 谁容易发火 然后他容易发火 火有多大呀 为什么事发火呀 像他有一些女性朋友 然后那些女生会找他 比如说做PPT 做表格 还会叫他帮忙去刷一些 明明很简单的网课 但是作为女朋友 那我肯定不开心 我男朋友要帮别的人做事情 还是别的女生 然后两个人就因为这件事 吵过几次架 帮刷网课是确实有一次 给我打电话 而且你也在我身边 说找我帮忙刷一下这个网课 那去年我帮人家刷过 然后我就说帮人家刷一下 很正常 就把手机软件一打开 在那一挂 帮人家挂一下 其实也很方便的一件事 也就这一次 那一次我自己在做 我们社团一个PPT 突然有一个女生找他 说让他帮忙做一个PPT 我也在做PPT啊 你怎么不帮我帮他 那我肯定生气啊 那上一次 你跟我社友 两个人打游戏 打到三四点钟 还打着语音 又算什么 打游戏的话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群 我是管理 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上线 会有一个活动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群里发语音 刚好他社友也在玩那个游戏 就也在我们的群里 我又不是说跟你社友单线打电话 那平时就算不是这次凌晨三四点 你跟我白天打语音的时候 时不时还 诶 星星我又抱了一个什么 诶 任正你跟他说一声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们俩拿着我的语音 聊得那么开心 那你说到这 你也打游戏 你自己也知道 有时候打游戏 你比如说抱了一个好点的装备 或者说你打游戏的时候 出了一个什么好的东西 你也会跟你的这一群朋友 发一个我抱了什么什么 开心 可能说就气他一下 怎么样我有你没有吧 并且说你社友 说白了在你身边 我说就喊他一句 跟他说一声 开玩笑的一句 毕竟我们也确实都比较熟 你不能打字跟我社友说吗 非得在语音里就一句一句 让我互相传达 小丁你是不是特别在乎 对 他是不是对这种小事 你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他老会跟你提起 是不是 有时候发一些小脾气吧 可能毕竟说白了 自语女朋友 你发一些小脾气很正常 我哄你 我惯着你 没事 行我哄你 你想吃什么 行我带你去 你别生气了 我哄你都是应该的 所以我想问 你看这不是脾气挺好 但他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 就我前段时间他过生日 然后我当时想说给他一个惊喜 我自己让我社友也都瞒着他 我偷偷跑去辽宁找他 然后那天要订回来的车票 我们当时最晚的一班车是六点 我从他那回来 我也来得及回学校 那当时四点六点都有车 最后我说我想说 报警说多陪他两个小时也挺好 反正都来得及 那我就订晚一点那趟 订六点多 结果到了车站 我们那天三点多就到车站了 他就开始生气 说说你什么你都不听 我让你订四点的你不订 然后现在怎么办 就这样了吧 就自己要在车站 然后就开始凶我 前一天我也跟你说过 说我们订四点车吧 比较方便 而且你第二天还要上课 你那么晚回去休息干嘛 还有一个就是 当天确实 我们三点多到了车站 然后当时我去问 说能不能进站去送 也不行 然后我说 那你自己进去吧 我确实就是很担心 他女生一个人 身为男朋友不放心 我感觉是正常的 可能当时确实就是 关心则乱 就是当时脾气很不好 就一下就是上来脾气了 说你怎么怎么 什么都不听 我跟你说了定四点的 那是不是我给你送到 你直接上车就可以走 你定六点的 你自己还要在这待着 我又不想让你在外边也都挨动 还是关心 那我不是想多陪他两个小时吗 没必要突然就凶我呀 然后前段时间 当时有一个活动 我们俩两点要到那边 当时是一点多吧 我们从学校走 当时我要打车 车的定位是跑到旁边的宿舍楼 但是我们俩在食堂 我们就走过去一下嘛 然后他就开始说 你怎么什么事都办不好 然后开始凶 然后上车的时候 我先坐进去 没有把包挪开 然后他就站在车门不进来 然后我把包一挪开 他就把自己的背包扔进来 然后碰了一下就把车门关上 坐进来了 当时我们是说 两点钟有一个活动 我们要去 我没记错一点二十 你跟我说 走啊我们去先吃口饭 我说那时间肯定来不及 毕竟你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们不知道有多远 看地图导航的话 可能要十几公里 那可能万一堵点车什么的话 可能就也得四五十分钟 可能接近一个小时 我怕来不及 我说不吃了怎么怎么样 非要去吃 可能说在你的观念里 时间观念不是很重要 可能在我的观念里 时间观念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毕竟在部队待了两年 真的是一分钟我都不想耽误 宁可提前 我不可能提后 我不可能说 我们去吃个饭 晚个五分钟 晚个十分钟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你说就是个小事 没必要跟我直接就发火呀 就是脾气暴 老是跟我吵架 是 你说我脾气暴 那你惹我的时候呢 我哪惹你了 我们现在出了一年了 你现在的空间里 还全都是你前男友的照片吧 我现在空间里挂着 就两条有我前男友的照片 一个是我自己的生日 我发了一个我自己生日的总结 然后一个是我年终的总结 然后就有那么几张他的照片 你自己还知道 有那么几张 一年了 确实 别说是我了 你说任何一个人吧 自己女朋友手机里 空间里全都是前男友的照片 你发过跟我的吗 我发过 露过脸吗 朋友圈和空间都发过 露过脸吗 要么一个手 要么一个冰淇淋 有两个人一起比心的 有两个人穿情侣装的背影 背影 为什么是背影 女生发照片肯定都是 哪怕是发合照 也是挑好看的嘛 然后我平时用蓝 不想要手机披图 然后也发了一些其他的呀 什么两个人大一模一样的东西 什么的 他们认为你是不发的正脸 我不是说不发正脸的事 重要的是 为什么你现在空间里 还是有你前男友的照片 那我自己的年终总结 我自己的生日 那这些照片 我没有必要删呀 他其他的一些东西 给他发的声音货 什么的我都删了 然后你不喜欢 我手机里有什么 因为手机云相册嘛 明明换手机了 但还是有那个照片 那你不喜欢 我也都删了 短信也删了 你是掩耳盗铃吗 把自己的删掉了 别人能看见的留着 我真是 我真是不懂 你说 空间里的东西 所有人都能看见 别人打开你手机空间 点开 一刷 是 我的背影 我和你比心 我和你一起买冰淇淋 我带你出去玩 怎么怎么样 再往下刷是他的脸 我真的想不通 我也特好奇 就他这么在意这个事 你给他发两张正面的 不就完了吗 就平时没有拍什么照片 可能两个人出去玩 拍的更多的也是吃的 他都这么在意了 为什么不满足他一下呢 那也有拍 拍了那就 懒得批嘛 女生肯定要 发一些自己 不是 你这有什么懒得批 你都让他改脾气了 你就这事你就懒吧 那他可以自己批了给我啊 他也没有说 要我发哪一张 你不发都行 但你能不能把 你前男友的照片删掉 我真的是不懂 一个女生 都已经是前男友了 都一年多了 还要留着人家的照片 也不是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你挂着就挂着了 是 我一段回忆 你现在有男朋友了 你是 你可以说 你自己的东西你留着 但你把照片删掉不行吗 我这个听到这样的时候 听明白点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有点意思了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是觉得这个情感 出问题了是吗 就老是吵架 因为他经常凶我 然后 而且凶起来的时候 那火气特别大 对 我也不知道 那你都这么凶了 每一次就说 我们俩差不多了 什么的 那这种话 肯定会让女生觉得 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你觉得这段情感 是出危机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并不像我们刚才听到的 表象上面 就这么点冲突 你会感觉到 有大的暗涌在那 对吧 感觉还是挺对的 直觉是挺准的 这个心里头很别扭 对吧 是 老觉得自己好像位置 不是那么稳固 是 或者说位置没有那么重要 对吧 是 好像在那个人的心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在那儿呢 进不去 是吧 是 心里难受 行了 我们让老师给分析分析吧 看起来是 表象是一段 没有大冲突的情感 其实 你仔细听下来 会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卷 来 伯红兄 我们说 男生 你很有女人缘 而且女孩子也很喜欢和你交流 你也喜欢帮女孩子去做一点事情 你认为你这是祝人为乐呢 还是 讨他们欢心 献殷勤啊 但是有一点 他对这一个帮女孩子的事情 我感觉他是坦诚的 也是坦荡的 否则的话 他在帮这一些女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让你在身边 而且你在身边的时候 他照样回复 照样和他们聊天 这就说明 他纯粹的 就是在帮他们的这一个事物当中 不涉及到任何的情感 我们再说到你 也是同样 你看 女生手机空间里有钱男友的照片 我能够理解你的处意 但你也要理解他的无意 他如果心中真的是有钱男友 那不会是在手机上 而是在心里 但你呢 也要考虑他的感受 在情感问题上 女生和男生都一样 都很自私打 他的感受受不了 提出来了 我想这方面修正 也是很简单的 你刚才一直在提他的脾气 每个人都有脾气 有些人我们经常说他好脾气 但他好脾气不等于没有脾气 等到一定的时候好脾气 也会变得有脾气 你们都才二十出头 你也应该给他一个成熟的过程 但是你呢 也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恋人相处 我个人的感悟 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度 还要有浓冷度 你们两个人的关键点 核心点 就是浓冷度不够 和包容度不够 我就说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伯红学 谢谢老师 苏老师 小丁哈 那个我直接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 是不今天来到这儿 是铁了心 想跟这个男人分开的 是不是 不知道 那你是觉得 他如果做出调整 你还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吗 会考虑 反正我的感受是 这个女孩子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地位 是严重不平等的 你是时刻需要优越感 在爱情当中控制他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如果说 你再这样继续地要求和控制下去 我相信这个男人 他对你的这种脾气不好 会更加升级 这是需要你们两个人考虑的 我不觉得分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如果这个爱情进行不下去了 分手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请坐 你的前男友脾气一定比他好 嗯 你手机里还有他的照片 即使现男友很介意 但你始终要摆在那里 一年多了 给到男朋友在你的空间里 只有背影和比心 这使得你的男朋友 其实心里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甚至于窝着一股无名之火 你没有在乎他的感受 为什么他总是容易发脾气 为什么总是 而为什么总是发脾气之后 马上就道歉一只哄 都是他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可能并不是因为某一件事情 对你非常不满 是基于很多的事情 而起因最大的根结 其实就是你前男友的事情 所以说每一次发了屁之后 他也是后悔的 马上道歉 但实际上 他不知道真正这是错到哪了 因为没有得到你一个正确的回应 所以说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还是蛮大的 其实你潜意识里 是把他和你的前男友在做比较 只不过你没有直接跟他说而已 但是他能感受到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因为的确你们俩之间 有很多性格或习惯上的差异 但这是如果说对方 对对方都是真心的话 这些都是可以磨合的 但是你并没有交出你的心 这是为什么 所以说男孩 有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 应该往哪去使力 但是所以你采取的方式 就发脾气 发泣自己的情绪 这是不对的 这是即使你们俩现在分开 但今后有别的女孩 你一定要知道 问题到底出在哪 说出来 看她真正在乎不在乎你 如果不在乎你 不在乎你的感受 发脾气是没有用的 离开反而是最有效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胡老师 这男生每次吼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就很委屈 明明是一件小事 但是他却要那么凶 你还有别的感觉吗 感觉就这么凶 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了 他平时吼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很粗鲁 有的时候会 先说一个词叫距离 你跟别的异性距离更近 你显然离自己的爱人的距离 就更远 对吧 你承认这个道理吗 其实一直以来 男生和女生最大的 对于距离的属性 就是女人好像天然之道 边界感 对吧 但男生好像因为幼稚 或者是不成熟 他老是保持不了和异性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一碗泡面的距离 比如说一根吸管的距离 所以女生其实天生对边界感就很强 她知道跟异性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但如果一个女生 她和别的异性的距离 就是暧昧不清的 那我只能说这个女生 其实不太按这个单程 就比如说你离前男友更近了 那离他就一定会更远 刚才苏星老师说 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你承认吗 你承认在 当然你现在跟前男友是没有感情 这我是信的 但是当初在爱的时候 你爱前男友和如今你爱现男友 你更爱谁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如果你现在爱的是他 那你心心念念的就应该是他 你不要用不知道这种东西来 模糊自己的感受 而对于男生来说 虽然男人没有女人那么天生的有边界感 但是有一点可以让一个男人自动地形成距离 就是他心里装下了一个女人 他就会刻意地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深怕让自己所爱的人会不舒服 他会自然而然地去保持那种边界感 但是我觉得 这个男生和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做作业也好 打游戏也好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爱你 但其实真正在这段感情当中 走还是留 要靠你自己来决定 好吧 就对 好 谢谢陀老师 男生其实在这个情感里面是有男生自己的感受的 对吧 是 刚才你听了四位老师的分析了 对吧 听了 有道理吗 有 这道理是今天才明白的 还是其实他们所说的女生对这段情感的不确定也好 或者说女生没有那么爱你也好 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听他们说了 你觉得有道理 还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你是有感觉和感受 怎么说呢 道理有 可道理谁都能讲都懂 道自己了 总不是一样的东西 不是 你感受到了吗 有 有感受 有感受和感觉到 这就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 这就是爱情当中特奇妙的事情 你看 它是感受和感觉到的 但是他在说感受和感觉到的时候 其实给了一个态度 让我分 我还分不开呢 因为他前面有一句话 他的原话说 道理谁都知道 你没有切身地去感觉和感受 所以你有想过 你心目当中这个挺木讷的 皮脂有点暴躁的 这么一个男生 其实他情感还有特别细腻的那一部分 你心里那些细小的波动 或者一些想法 其实他都感觉到了 你想到过吗 但是有一点你是骗不过你自己的 这就是感觉和感受 你对哪个男人的感觉更好 他们更吸引你 你不用回答我 你不用回答我 但是我想这至少是一个爱情很重要的基础 都不要勉强自己 男生也是一样 谁没痛过呀 就痛是你成长的一段经历 失败也是成长的一段经历 也别骗自己 因为有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勉强拿到手里 它也不会是你的 感情就是这样 转不住的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在一起一年多了 今天没什么想说的 只想问你最后一句 在一起还是分开 在一起是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你每一次凶我 都会让我担心 这个人是不是不要我了 他是不是没有当初那么喜欢我了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希望你能温柔一点 我一直都在改 改成你心中的他 请亮灯 谢谢两位的坦诚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一年多的这个情感历程 被四位老师剖析之后 突然可能自己都觉得 原来我们这段情感是这样 所以当真的有人要做出决定 甚至想到分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泪水 就留下来了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很多流泪的瞬间 恰恰是让你成长的瞬间 因为那个时候 你真的感受到了 和悟到了一些东西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至少他们知道 在这个瞬间 在这一刻 在这个阶段 他们还彼此需要对方 希望他们好好地经营 有网友提问说 2015年我跟老公相亲认识 三个月的时候呢 领了结婚证 随后发现怀孕 2016年生了女儿之后呢 发现她微信里 有一个聊得比较频繁的女生 我没有跟她大吵大闹 我心里呢 对这件事起了疙瘩 就变得不愿意跟她说话 后来呢 她跟我解释 事情不是想的那样 慢慢就和好了 2017年我生了二胎 2018年呢 开始嫌弃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她又跟那个女的聊天 然后她把手机拿走 聊天记录删了 手机密码也换了 后来我想了很多 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 感情基础都没有 拿什么来说爱 可还有两个孩子 我该怎么办 闪婚闪欲 已成既定事实 那现在再来谈后悔 已经于事无补了 所以与其后悔当初 不如现在想想 要怎么重新开始 怎么为了两个孩子 好好经营你们的婚姻生活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 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击水 纯净保湿 湿湿透水呢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